過了新年結束 穿在隊員是很模樣 因為很多民眾都會探到大便室的時子 把家裡碰成太過瓦心 六甲町穿在隊員 為了經過這個火燒速度 是自行演化改種山鳥 跟占特特的所在改成圓頭 原本人剛聽民眾說要死的人 一小時的時間 現在說用山鳥下去貼 照五分鐘到十分鐘 這個碰成腳踢山口 就會馬上分開 要把它封起來的民眾剪刀 完全就是這台山鳥 如果新地條民眾一頭 搖一搭 再會搖二、三次 民眾和鐵山口馬上分離 那桃光廠只要一撕的話 那個就會破掉 然後就會沒辦法說刷得那麼緊 他現在知道有改裝到圓圓頭的 他的夾的面積比較大 可以比較夾得很緊 然後可以比較靈活去操作那個 去拆解那個桃光廠 原本人剛聽要花一個小時 現在只要五分鐘到十分鐘 可以完成 新鮮一個新鋼 就是我們郭水發郭先生 研發了那個山貓 拆除我們彈簧床的技術 可以增加 增快我們去畫彈簧床的速度 因為 平常如果一個 一個彈簧床有四個零食人去拆的話 大概時間大概四十五分之一個小時 然後如果透過山貓 改裝過山貓的話 大概在五分鐘至十分鐘 我就可以拆完一個彈簧床 除了 我現在如果用山貓的話 一天最多可以到五十至六十 對那個產量的話 增加至六倍 火鍵碰城對青鋼床來說 是很難處理的大型本色 加上過年大型加股回收 經濟的品種加股的古兵村 拿出來回收 讓我跟青鋼床很忙 很熱意把這個技術分享給大家 給所有清潔隊 大家可以一起來用這種方式 然後快速增加我們去畫 彈簧床的資源回收的部分 現在青鋼床對碗火去民村 好感到有這台山鳥 要讓貼土民村分到輕鬆 貼出來替刷 也能依火體來賠賣 這中華新聞您貴因 六更彩虹報道 拜拜 各位